欢迎同学们回到星球金比的德语课 首先呢我们会了解世界上几个比较著名的博物馆 虽然呢我知道大家都没有去过啊 Claudia也没有去过 2. 了解博物馆不同的种类 3. 这也是我们本节课的重点 通过一篇Hörtext来了解一下德国慕尼黑的德语词博物馆 4. 语词和 paraphrase 好的那么在正式听听力之前呢 Claudia带着大家来做个热身练习吧 那么同学们知道世界上有哪些比较著名的博物馆吗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目 请列举几个世界上著名的博物馆 那么这边呢 Claudia帮大家找了一些非常有名的博物馆 具有代表性的 我们来简单的认识一下 1. 位于法国巴黎的卢浮宫 2. 位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 3. 位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 3. 位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 下面一个还是美国的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in Washington DC 还是按照英语发音 美国华盛顿的国立美国艺术博物馆 Next The Vatican Museum in Home 位于罗马的梵蒂冈博物馆 下面一个 The Imitage in St. Petersburg 这个是位于俄罗斯顺彼得堡的东宫 或者叫做艾尔米塔斯博物馆 最后一个呢 是The Imitage Museum in Kaihu 位于埃及首都开罗的埃及博物馆 那么这些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世界上比较有名的一些博物馆啊 它的名字呢 大家可以简单的了解一下 那么说到博物馆啊 其实呢 不同的博物馆也是按照不同的领域来划分的 我们再来了解一些不同博物馆的种类 Fishiden Museums Art 比如说有Naturkunde Museum 这是自然博物馆 比如说像上海的话 有自然博物馆 我不知道大家去过没有啊 Claudia去过 那么这个博物馆非常的大 它里面从宇宙爆发到物种起源 到上海城市的变迁 什么都有 是一个比较综合的博物馆 第二种 Historische Museums 所谓的历史博物馆 那么像南京也有很多的历史博物馆 那么往下再按照它进行细分的话呢 其实还有 这是一个专有名词表示绘画陈列馆 所以还是艺术方面的 那么一会儿大家听听力的过程当中呢 会听到 提到慕尼黑美术馆的时候 有三个代表性的美术馆 我们呢 提前来了解一下它的专有的名称 第一个 The Arte Pentecoteque 这个是指慕尼黑的旧绘画陈列馆 第二个 The Neue Pentecoteque 这个是指新绘画陈列馆 第三个 The Pentecoteque der Moderna 现代艺术陈列馆 所以大家先对这三个单词有一个印象哦 那么这些都是不同的艺术类博物馆 第四种呢 还会有一种叫 Naturwissenschaftliche und Technische Museum 所谓的自然科技博物馆 按照它细分的话 还会有 zum Beispiel Eschiffbau Museum 造船博物馆 我的 Bergbau Museum 这个的话 德国会有很多啊 矿业博物馆 OK und jetzt lernen wir Wordschutz 下面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本课的单词吧 Enen Artikel für Fassen 写一篇文章 Aufverland 形容词引人注目的 这边的配音呢 表示第一分词 做形容词 简单的先了解一下 那么做形容词的时候呢 Aufverland 也等于Aufverlich 举个例子 Es ist aufverlich dass er keine Berufserfahrung hat 很明显 他并没有什么 工作经验 这是Aufverland 第一种用法 那么他的第二种用法呢 也就是本篇 听力当中 待会会用到的 他是用Aufverland 做副词 修饰 形容词 那这时候呢 他就等于 sehr 表示程度 比如说 他的妻子 特别漂亮 sehr schön 我的 访客的数量 非常的大 表示赚钱 盈利 这些动词 Cassieren 表示收款 收账 进钱 类似的用法呢 我们也可以说 收房租 Di Mieter Cassieren 收进来 Di Erneuerung 创新 革新 或者翻新 因为动词 Erneuen 就表示 把什么翻新 Di Sicherheitsmaßnahme 这是一个 复合词 安全措施 安保措施 Ausstellungsstück 这个Stück 表示物品 展出的物件 可分动词 Aufbewahren 表示 保存 保管 Maßnahme treffen 固定搭配 采取措施 可用 treffen Zum Beispiel Ensprechende Maßnahmen sollen getroffen werden 应该要采取 相应的措施 Das Objekt 跟刚刚的 Stück 意思相应 表示物体 或者东西 Ausstellen 可分动词 表示 展出 陈列 那么它的名字 就是 Ausstellung 展览 比如说 Das Das Dingkmal Das Gemele Das Kunstwerk oder Viele Objekte Ausstellen 展出文物 展出油画 艺术品 或者许多的物品 Im Deutschen In Museum Werden Viele Objekte Ausgestert 在德意志 博物馆里 展出了 很多的物品 Umfassen 包含 包括 注意它是一个 不可分动词 前面的前缀 清读 Umfassen 不要写成 Fast Um 这是错的 那么它的正确的 辨位形式 应该是 Umfasst Hat Umfasst Zum Beispiel Das Buch Umfasst 6 Kapitel 这本书 有6个章节 Der Umfassen 表示规模 Zum Beispiel Die Fabrik hat eine Umfassen von etwa 3000 Quadratmeter ,这家工厂的 规模 大约有3000平方米 或者 Das Buch hat eine Umfassen von 800 Seiten 这本书 有800页 那么跟它相关的 形容词呢 有Umfassen 这个单词 大家在上一节课 应该见过吧 比如说 Ein Hohmann wird meistens sehr umfassen viel fast 长篇小说 通常是篇幅很长的 这里的 Umfassen 不能说规模大 那么在作品上 就是指 篇幅长 Der Leier 表示 门外汉 外行 那么跟它相关的 反义词呢 就是 Fachmann oder Experte 专家 in verständlicher Weise 以通俗一动 的方式 Das Grundprinzip 基本原则 动词 realisieren 实现 zum Beispiel den Traum oder das Ziel realisieren 实现 梦想 实现 目标 FUHETZ MITMACH Prinzip 参与原则 Kreifen 做极固动词 表示 抓住 拿起 后面直接接 四个冰语 zum Beispiel Ein Stück Kuchen kreifen 拿起一块蛋糕 oder Ein Buch kreifen 拿起一本书 那么 如果 Kreifen 这个词 加上一个前缀 变成 BKreifen 那么它的意思 又不一样了 BKreifen 的话 相当于 Ferstehen 理解 领会 比如说 Eine Mathematik Aufgabe BKreifen 理解 弄懂一道数学题 oder Ich begreife nicht warum er so etwas gesagt hat 我不能理解 他为什么会说出 这样的话 那么在听力当中呢 会出现 Kreifen 跟BKreifen 跟BKreifen 这两个词都有 那么 你可以看一下 下面的这句话 你是否能够看懂呢 Teschnische Erkenntnisse oder Eatvers durch Kreifen BKreifen 你可以猜出 它的意思吗 对了 那么字面意思的话呢 就是 通过拿起东西来 理解 技术知识 或者理解 某件事情 那么 说的再直接一点呢 就是 通过动手来学习 来理解 一会儿同学们会在 听力当中听到 在这个 德意志博物馆里呢 访客不光四处 走走看看 他们呢 可以亲手 参加一些实验 做一些实验 来感悟一些科学原理 通过这样来学习知识 所以是这种意思 DUKreifen BKreifen 这个指的是玻璃 Knopfdruck 按下按钮的这个动作 那么这个单词呢 我们把它拆开来 理解一下 我们先看 Der Knopf 表示按钮 那么 按按钮 这个动作 用德语表达的话 应该要说 auf eine Knopfdrucken 这个auf 可加 可不加 如果加上的话 就是不及物 所以我们把这个动词 名词的话呢 就变成了 Der Knopfdruck 就是按按钮的这个动作 可以理解了吗 那么这里呢 Claudia给大家补充 另外一个表达 也是一个固定搭配 用借词词组 Auf Knopfdruck 按下按键 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例句 Auf Knopfdruck Öfnet sich die Wasch Maschinen Tür Automatisch 按下按键之后呢 洗衣机的门 就自动开启了 Das Modell 模型 好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篇听力当中 我们一会儿会听到的一些声词 Claudia先给大家讲一遍 同学们可以花一点时间 把刚刚的这些声词呢 先留有一个印象 消化一下 我们待会理解之后呢 就能来听这篇听力了 OK 注意画下下面问题当中的关键词 我们先来看 A Wie viele Museen gibt es in Deutschland 个儿 至少写两个 C D Woher bekommen Museen 这个部门的领导员 这个部门的领导为什么认为 德意志博物馆 每年有150万的访客 这是一个很高的访客数量呢 F Was ist das Grundprinzip des deutschen Museenbaus 德意志博物馆建造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最后一个 G Wie wird das Grundprinzip realisiert 这个基本原则又是如何实现的呢 OK und jetzt hören Sie bitte den Hörtext und beantworten Sie die folgenden Fragen 好的 那么现在呢 请同学们听一遍 这篇完整的听力 回答刚刚的这些题目 记好关键词哦 好的 听完之后呢 Claudia先给同学们看一下正确的答案 先不着急 自己可以记录一些 待会呢 Claudia会带着大家再仔细的看一下 听力的原文 以及每一道题目 它是如何讲到的 OK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篇 text The day an interviewer met einem Abteilungssleiter The Sturgeon Museums 与德意志博物馆参观部部长的一个访谈 那么这边的Abteilungssleiter 大家可能刚刚听到了 Claudia说他是一个参观部部长 因为在博物馆当中呢 会有 Fish dinnerabteilung 这边既然是一个interview的话 我们到根据内容 他基本上可以猜出 是一个参观 就是接待房客的 这样的一个部门 那么进行对话的是 Frau Liu und Herr Clemens Guten Tag Herr Clemens Guten Tag Frau Liu Herr Clemens Clements also Wi ich Ihnen am Telefon erzählt habe arbeite ich für die Chinesische Zeitung Rund um die Welt Ich sammle im Moment Informationen über Museen in Deutschland und möchte einen Artikel darüber verfassen Ich persönlich finde Das Deutsche Museum in München besondes faszinierend Clements先生 就像我在电话里 跟你说的 我为中国的这个报纸 环球时报工作 目前呢 我收集了一些 关于德国的 博物馆的信息 并且想写一篇 相关的文章 我个人呢 觉得慕尼黑的 德意志博物馆 非常的吸引人 那么很显然 Frau Liu 是中国的一个 报社的记者 她要采访 德意志博物馆的 某个部门的部长 Ich freue mich sehr zu hören dass das Deutsche Museum in München Ihnen besonders gut gefallen hat Ich würde mich auch sehr freuen wenn ich chinesische leser durch ihre Zeitung über Museen in Deutschland und besonders über das Deutsche Museum in München informieren könnte 这个Aptalon Slider 就回答了 我很高兴听到 您呢 很喜欢慕尼黑的 德意志博物馆 我呢 也非常高兴 如果我能够通过 您的报纸 向中国的读者 提供一些 关于德国博物馆 特别是关于 慕尼黑 德意志博物馆的信息 我们看到这边 后面的 Win从句里面的 内容比较多 要厘清这句话的 基本的结构 Jemanden über etwas informieren 表示告诉某人 关于某事的信息 所以这里呢 其实是 告诉 Chinesische Leser 告诉中国的读者 关于什么的信息呢 关于 Museum in Deutschland 和特别的 德意志博物馆 在美国 另外这里的 DUOI表示方式 表示通过 通过报纸 OK 继续 Herr Clemens 几个 Museen 有几个建议在德意志博物馆 Clemens先生 德国呢 大概有多少家 博物馆呢 如果我们所有 Privatmuseen Vereinsmuseen 和Institutionsmuseen 类的 是这数据 发展到 超级 6000 DUOI 几个 10% 几个 Kunstmuseen 如果把私立博物馆,俱乐部博物馆以及机构博物馆都算上的话, 那么这个数字明显是非常高的,差不多要有6000,其中呢大约有10%是纯粹的艺术博物馆,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有博物馆,比如说布莱梅的造船博物馆,柏宏的矿业博物馆,以及慕尼黑的新旧绘画陈列馆以及现代艺术陈列馆。 那么到这里呢,刚刚听理当中也提到了相应的题目,第一个R,问到了有多少个博物馆,以及有多少家艺术博物馆,所以应该是6000和600。 第二道题目B呢,问到是涉及哪些领域,要你至少写两个,对吧,大家写到了几个呢,有没有都听到呢? 正确答案的话,应该是shift bow,firm,back bow,oder,malerei。 当然,最后一个呢,因为你写的话,pinakotik,它是指某种博物馆,绘画博物馆,那么它所对应的这个领域啊,应该是绘画领域,对不对? 我们可以写malerei。 好的,那么这样呢,请同学们把这两小题的对应的听力的段落再听一遍,从这一段听力当中再找一下能不能听到这两题的标准的答案。 好的,我们继续下去。 我训练了一些设计的设计。 这些设计的设计是不高的费用的。 在某些设计的设计是甚至费用的。 如何设计的设计是全体制的公司? 记者又问了,有点问题。 我在德国参观了一些博物馆。 那些门票对于德国人的收入来说呢,并不是很贵。 一些展览的门票甚至是免费的。 那么这些博物馆一般是怎么筹集经费的呢? Frau Liu,答异en Sie genau die richtige Frage。 虽然呢,很多的博物馆从门票里收钱 或者他们能从国家得到资助。 但是呢,费用进来在不断的增加, 以至于这些资助呢,几乎都不够用了。 那么这里呢,又出现了一个题目, C,到底是从哪里得到资助的呢? 应该是From Bundesland, 从国家得到资助。 那么这一段呢,请同学们再听一下对应的音频。 接下来,Clemons先生还说了。 Zu den Kostenfaktoren, 预养首先, Kosten für die Erneuerung von Museengebäuden, 二次, Kosten für Sicherheitsmaßnahmen。 Das heißt, um Ausstellungsstöcke sicher aufzubewahren, werden entsprechende Maßnahmen getroffen。 außerdem brauchen die Museen viel Geld, um weitere originale Stöcke, auch wertvolle Stöcke zu sammen。 那么为什么国家提供了资助, 还是钱不够用呢? 一方面, 费用的因素呢, 用在了博物馆建筑的翻新上。 第二方面, 是因为安保措施的费用, 也就是说, 为了安全的保管展出的物品呢, 应该要采取相应的措施。 另外呢, 博物馆需要很多钱来收集更多的珍品, 以及宝贵的物品。 跟这一段对应的题目是 D, 为什么钱不够用? 说下两点原因, 那么听力当中呢, 其实提到了三点原因, 我们来看一下, 你写到了哪一点呢?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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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一个是建筑的翻新 一个是安全措施 一个是其他真品或者有价值的物品的收集 好的 那么这一段呢 同学们继续来听一遍 看看能不能听出这三点关键的原因 继续要开始问 Herr Clemens würden Sie als Abteilungsleiter unseren Lesern das Deutsche Museum in München nun näher vorstellen? Wie viele Besucher hat zum Beispiel das Deutsche Museum jährlich? Clemens先生 那么作为这个部门的部长呢 您现在可以向我们的读者 进一步介绍一下 Munni Hey 德意志博物馆吗? 比如说 这个德意志博物馆 每年有多少的访客呢? 回答了 etwa 1,5 Millionen Besucher wenn Sie daran denken dass Deutschland nur 82 Millionen Einwohner hat dann ist die Zahl recht hoch 差不多有150万的访客 如果您考虑到 德国只有8200万居民的话 这个数字还是相当高的 这一段出现的题目是 A 为什么认为 这个访客数量 是比较高的呢? 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Deutschland hat nur 82 Millionen Einwohner 同样的 请同学们把这一段的音频 再听一遍 能不能听到关键词呢? Next Warum hat das Deutsche Museum in München so viele Interessenten? Was ist das Besondere am Deutschen Museum? 记者又问了 为什么这么多人 对 对一只博物馆 感兴趣呢? 记得 名字 der Interessent 表示 对什么 感兴趣的人 那么 对一只博物馆的 特别之处 到底在哪里呢? Im Deutschen Museum werden etwa 28.000 Objekte ausgestellt sie umfassen rund 50 Bereiche der Naturwissenschaft und Technik es ist also das größte naturwissenschaftlich technische Museum der Welt Der Umfang sagt noch nicht alles das Besondere am Deutschen Museum in München ist dass es viel für Interessierte Laien getan hat bisher haben wir immer versucht den Laien in verständlicher Weise naturwissenschaftliche und technische Erkenntnisse möglichst lebendig nahe zu bringen das ist das wichtigste Grundprinzip unseres Museumskonzepts 在 德一只博物馆 里 大概 展出了 28.000件 物品 他们 涵盖 约 50个 自然科技 和技术 领域 它是 世界上 最大的 自然科技 博物馆 这个规模 还不能 说明一切 慕尼黑 得一只 博物馆的 特别之处 就在于 它为 感兴趣的 外行人 做出了很多 至今 我们一直 在尝试 尽可能 生动地 让外行人 以一种 通俗 易懂的方式 来了解 科技知识 我们看到 这一段 当中 倒数 第二句 当中 有一个 代簇不定式 那么 这句话 比较长 我们把它拆开来 仔细的理解一下 它的基本结构就是 那么字面理解呢 就是让某人 离某物近一些 那么说白了就是 让某人了解某物 这个短语当中 某物就是 哪个朋友的 直接四个宾语 也就是 让谁来理解 什么 这里的什么 那么我们看到 课文当中的 原话呢 这里的四个宾语 你能找出 哪个是四个宾语吗 也跟到 那就是这里的 这里的科技知识 是四个的宾语 那么主语是谁呢 也就是 人三物四的 人三 在哪里呢 让谁来了解 那就是 让外行人来了解 所以它的结构 是这样的 那么剩下的 因什么什么 表示 以什么样的方式 这是一些 其他的修饰 所以博物馆呢 其实是想尽可能的 生动的 让外行人去了解 科学技术知识 最后还剩一句 这就是我们 博物馆设计的 最重要的基本原则 OK 那么这一段当中呢 也有一个对应的题目 F 基本原则 Kundprincip 是什么呢 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Naturwissenschaftliche und technische Erkenntnisse Werden-Inferständische Erklärte oder Vermittet 就是以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解释 或者传授自然科学技术知识 当然如果你写到另外一个 Kundprincip 比较简单 Mitmarkprincip 写到这个答案的话 也是正确的 那么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呢 就是参与原则 那么Mitmarkprincip 是在下面一段文章当中 接下来提到的 那么现在呢 请同学们 再把这一段对应的音频听一下 看看能不能听到第一种答案 在听力原文当中 是怎么说的 OK 继续 Wie haben Sie dieses Grundprinzip realisiert? Frau Liu又问了 您是怎么实现 这个基本原则呢? Dieses Prinzip heißt auch Mitmarkprinzip also durchgreifen begreifen Werkzeuge und Maschinen werden zum Beispiel nicht nur auf Schaubierdern oder hinter Glasscheiben ausgestellt sondern Besucher werden auch zu kleinen Experimenten eingeladen Auf Knopfdruck laufen Maschinen zum Beispiel entweder im Original oder in einem kleinen Modell So kann man als Besucher selbst aktiv werden und man sieht mit eigenen Augen wie die gezeigten Werkzeuge oder Maschinen arbeiten und funktionieren 这个原则呢 也叫参与原则 也就是通过 动手来理解 比如工具和机器呢 不仅仅展出在图画上 或者展出在玻璃后 而是邀请访客 来参加一些小实验 按下按键后 真的机器 或者小的模型呢 就会动起来 这样访客 自己就会变得 积极主动起来 人们可以亲眼看到 展示的工具 或者机器 是怎么工作 运行的 OK 这一段对应的题目是 这个基本原则 是怎么实现的呢 答案应该是 durch mitmachen oder durchgreifen oder durch kleineexpercimente 还记得刚刚的原则 是什么吗 就是参与原则 对吧 基本的 让大家了解 这些科技知识的 这个原则 那么答案呢 有三点 一个是通过参与 一个是通过自己 去拿东西 通过触摸 第三个呢 是通过一些小的实验 所以这三种 都是正确的答案 好的 那么同学们 可以把这一段音频 再听一下 看看能不能听出 关键词呢 最后话题就要结束了 Clemens先生 非常感谢您 抽空参加我们的访谈 OK 非常好 那么刚刚呢 Claudia就带着同学们 一起把整篇听力文章 都仔仔细细的 看了一遍 那么趁着同学们 看懂了这篇文章呢 我们现在就来 再完整的听一遍 看看你能不能抓住 关键的信息 把这篇完整的听力 都听明白呢 尝试现在 听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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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